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套? 我最喜歡的 因為有本 這個叫做 《Feather》的油公仔的書 很適合小朋友油公仔 我覺得小朋友畫公仔 和油顏色的時候 很自冥想 很像meditation 所以對小朋友靜下來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好 顏色亦會代表情緒 所以 用的顏色會反映 心情和心態 這套是甚麼? 會跟著 Kitsen套裝 這個套裝是在盒子裡 放在盒子裡 不是顏色筆 Kitsen套裝很棒 有這個盒子 一套有6支 Pan過來看看 很美麗 很美麗 我喜歡這樣放在家裡 我自己也用的 最美麗的 就是這支Kits Power 這支Kits Power 將會在香港亦會開放 這支Kits Power 我認為是小朋友的父母版 聞起來很甜很香 我喜歡這樣擀開這些位置 擀開手 我自己也有用的 因為它是糖的香味 小朋友喜歡到不得了 用後會有勇氣 去考試和和朋友相處 還有幫助到他 去開心和Grounding 第二支 就有這個 Genius 全香港的父母們最適合 遲些就考試 過了聖誕節之後 讀書和溫習 Genius可以用 我自己也有的 我當它Brain Power 就用了頭後面 之後除此以外 就有這個叫做Tummy Dries 聖誕節吃了很多糖 吃了很多蛋糕 就要塗Tummy Dries 在Tummy那裡 可以塗土匙 這個套裝全部都稀釋了 小朋友可以用的 亦都很Mild 專門是Garrett設計 是給小朋友 但當然啦 小朋友當然用得 大人當然用得 小朋友幾歲用得 其實Baby都已經用得 這支一隻叫Aoi 譬如他們 對呀 經常你知道小朋友 是Made to 4的 我經常都說 小朋友有跌倒 有砍頭 有刷傷小樓哥 有砍頭 這個就很適合Aoi 小朋友用 即是他弄傷的時候 A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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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快點跟他塗 這個就是Sleepy Eyes 就放在床頭 就是我們最最愛的 我覺得這支 是正到好像Tranquil 其實我覺得 它比Tranquil 真的嗎 是啊 沒有Aroma Sleep那麼厲害 但是呢 在Tranquil和Aroma Sleep的中間 那我自己床頭呢 都有一支 我這支就是用完 我都不知道怎麼算 用完我這套東西 再買一套 那它呢 很香啊 裡面都是有那些 芬衣草啊 Cedarwood啊 超棒 這支Sleepy Eyes 一查了呢 那個小朋友呢 明明說不晚睡了 不晚睡了 我不晚睡了 就睡著了 哇 媽媽的陰蜜 沒錯啦 到最後這支 就是Sniffle Eats 嗯 冬天適合用 是啊 流流鼻水啊 黑痴黑痴啊 這樣就可以幫它們 塗在胸口那裡 綠在頸 那最好呢 其實我覺得這套東西呢 就如果你家裡有小朋友呢 就買一套 放在她的房間那裡 就讓她用 教識它呢 橙色的就是用來做什麼 紫色的就是用來睡覺 溫習光放的時候就紅色 如果是吃了東西呢 就塗綠色 如果流鼻水呢 就塗藍色 如果想開心開心啊 那天早上 每一天早上都塗Kid Power 塗黃色 那他們不用識字呢 都會懂得塗油的了 那是不是很棒呢 這套聖誕東西呢 一定要買 就算你家裡沒有小朋友 或者你小朋友很大 一定要買給自己 因為我都買了一套給自己用 嗯 OK 那這本書仔當然很棒 那好了 多少錢呢 就是1950元 195個PV的 那所以呢 其實呢 這本書仔是送的 這套聖誘就是未付錢 那195個PV呢 就已經可以 拿到我們第一個Tier 的PV Promo了 那當然你還有其他東西買的嘛 是不是 那所以呢 你今個月呢 就一定會拿到Promo 裏邊的禮物啊 好正啊 又可以重分啊 是啊 那簡直是很棒啊 那其實呢 我就覺得呢 你一定要買些送給朋友啊 我又不知道它限定多少個 套裝啊 不要緊要 我就一定買的了 那看看你買不買 我一定會買給自己的Inner Child 哦 是啊 自己塗 我看到那些顏色 我已經想塗在自己的七輪裡面 好正啊 多謝介紹啊